相隔一个月,拜登信誓旦旦的豪言创语全没了 CDC公布三项新冠病毒相关的重要研究成果 著名国际期刊《建撤销》已发表的中共学者论文 中共严重失策引发倒退,评论人士是自作自受 据白宫发言人9月10日证实,美国总统拜登9月9日 在与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时讨论了新冠病毒素源调查仪式 路透引述美国官员的说法,即使中共拒绝配合疫情素源调查 拜登也没有计划要提高进行报复的可能性 拜登9日与习近平通话是拜登就任总统后第二次 白宫发言人沙奇在9月10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证实 两人在电话中谈到了新冠肺炎疫情素源问题 他们讨论了一系列国际议题包含新冠肺炎 而了解起源当然是拜登政府的关注重点 但是沙奇表示,我不打算进一步详细说明 路透社9月10日报道引述一名美国官员的话说 如果中共拒绝配合疫情素源或其他议题调查 拜登也没有计划提高对中共进行报复的可能性或成本 上个月,美国情报界的一份报告说 他们在新冠病毒究竟是自然产生 还是从中国实验室泄露的问题上 依然没有达成结论性的共识 拜登表示将继续向中共政府施压 以寻求答案 拜登总统当时在一份声明中说 时至今日,即使这次疫情造成的死亡人数继续上升 中共仍继续拒绝要求透明度的呼声并隐瞒信息 北京不承认不配合国际调查 中共政府一方面反对病毒由实验室泄露的说法 另一方面又试图把疑点引向美军实验室 对比拜登上月信誓旦旦表示 要追究疫情起源的气魄 莎琪表示 9日的这通电话带着尊重与坦诚 目的是维持两国沟通顺畅 而不是要说教或摆出高姿态 气候和人权是这通电话的主题 两人也讨论了经济问题 不过这不是一通为了得到最终结果而打的电话 美国媒体The Intercept近日披露900多页的文件 指武汉病毒研究所曾经通过总部设在纽约的非政府组织 生态健康联盟获得美国政府高额资助 进行蝙蝠冠状病毒改造实验 促使病毒致病性更强 美国联邦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9月10日公布三项关于新冠病毒的重要研究结果 包括防疫效果最佳的疫苗是莫德纳 未接种疫苗者染疫后死亡的可能性 比已接种者高出11倍 疫苗的效果因Delta变种越来越普及而受到影响 据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等多家媒体的报道 美国联邦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10日公布三项研究 已说明新冠疫苗在预防新冠病毒感染 包括高度传染性的Delta变种病毒 住院和死亡的有效性 三项研究根据美国不同地区的数据 对新冠疫苗提供的保护力进行了评估 其中一项研究中 研究人员针对严重疾病病患 观察不同品牌的疫苗有效性 结果发现 疫苗整体来说对于预防确诊者出现 紧急医疗状况的有效率为82% 其中莫德纳预防效果大约为92% 其次为辉瑞77% 再次是强生疫苗的65% 有研究人员指出 莫德纳预防效果较好 很可能是因为莫德纳疫苗中的mRNA是辉瑞的三倍 且第一剂至第二剂之间等候期也较长 身体有较长时间的建立抗体 预防效果较为显著 另一项研究调查了4月到7月间 美国13个州的60万起确诊病例 得出的结论是 为完全接种新冠疫苗的人更容易受到新冠感染和死亡 该研究发现 为完全接种疫苗者感染新冠的可能性是接种疫苗者的4.5倍 住院的可能性是其10倍 死于新冠的可能性是其11倍 研究也发现 即使Delta变种病毒是主要感染病毒 新冠疫苗对预防住院和死亡的有效性依然很高 不过疫苗对预防感染的有效性会从91%下降到78% 美国疾控中心主任瓦伦斯基在10日的记者会上说 正如我们所提供的数据 一系列研究都显示 接种新冠疫苗能发挥有效作用 网伦斯基说 我要重申的是 至今超过90%的住院病例 都是没有接种新冠疫苗的人 此外 疾控中心还公布两项研究发现 新冠疫苗对年长者的保护力减弱 在美国5家退伍军人医疗中心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 新冠疫苗对预防住院的有效性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下降 18至64岁者获得的保护力为95% 66岁及以上者为80% 第二项研究发现 新冠疫苗对预防住院有效性对75岁及以上者有所下降 这些研究或有助于确定 哪些群体需要注射加强剂或额外剂量的新冠疫苗 两家世界著名的期刊近日十分罕见的 先后撤销了中国科研人员已发表的两篇 基于新疆维吾尔族人DNA的研究论文 因为这些研究人员涉嫌违反国际伦理道德 被经受试者的完全同意而采集他们的血样 根据纽约时报中文网9月10日报道 这两篇论文于2019年 由学术出版商施普林格自然旗下的 国际法律医学杂志和人类遗传学杂志发表 论文列出了许多作者 包括中共公安部主任法医生李彩霞 国际法律医学杂志在9月7日发表了撤回论文的声明 人类遗传学则早在9月8月30日发表了相关声明 对国际著名的科学期刊来说 撤销论文是很罕见的行为 纽约时报2019年曾报道 人类遗传学刊登的中方论文 对来自新疆图木舒克的612个维吾尔人的DNA血液样本进行研究 中国研究人员试图通过DNA样本重建人脸图像身高等资料 图木舒克常被中共媒体描述为新疆安全工作的关口和主战场 该地也分布着很多警察检查站 2018年1月 该城市也成立了中共物证鉴定中心管理的DNA鉴定实验室 是负责DNA工作的警方研究机构 李彩霞等中共研究人员的研究论文发布之后 多位科学家对作为中国少数民族的维吾尔族人 是否了解事情原委的情况下 自愿提供DNA血液保持着怀疑的态度 而且有无法对此进行核实 特别是涉及中共警方的时候 当地多位维吾尔族人曾经告诉纽约时报 他们并不知道自己的DNA被采集 因为中共当局经常以免费健康检查为借口 对他们进行集体需要采集 他们也无法拒绝 外界担心 共产党或将DNA样本产生的图像输入大规模监视系统中 通过提高对异见人士 示威者以及罪犯的追踪能力 来加强对社会的控制 比利时一名大学教授莫罗 长达数年分析了来自中国的589项 涉及基因研究的研究 发现在2011年至2018年期间发表的研究中 约有一半的合助者来自警察 军队或司法机构 今日美国金融大亨索罗斯连续发文 公开抨击中共 一改以前与中共密切合作的态度 并直言美中关系的对立 有学者认为索罗斯的大转变 是美国商界重新认识中共政权的一大标志 美国金融大亨索罗斯 近日接连在华尔街日报发文抨击中共 称 今天美国和中国正在进行两种治理体系之间的生死冲突 压制性体系和民主性体系 时政评论人士杨威撰文分析称 索罗斯是典型的美国左派人物 他曾在2010年称 中共政权是比美国更好的运作政府 索罗斯的大转变是美国商界重新认识中共政权的一大标志 如同美国政界的被迫转变一样 美国商界的转变也是一种必然 尽管有不少人还不情愿 但眼看中共所谓的改革开放无望 美国商界对华接触策略 最终也不得不转向竞争策略脱钩策略 否则不但无力可图 还有很可能血本无归 文正认为中共围绕权力变化的激烈内斗 导致了中共主动采取倒退 锁国之路不断加剧了外部国际环境的恶化 推动了中国的进一步倒退 中共高层严重失策引发倒退 美国商界公开要脱钩 中共也不得不由作表态 9月9日 新华社在醒目未知报道 商务部中国与外资企业共享发展机遇 当天李克强参加了大湄公河 次区域经济合作领导人视频会议也称 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 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 坚持对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 杨威的文章说中共现在试图摆明态度 显然已经无济于事 外界基本上已经不再相信中共的说辞 中共党内应该也没人相信 毕竟内循环的口号已经喊了一年多 好了 以上是本期《妄为独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